三高的話 三高的話 六高 二十是什麼 二十是累贈 啊不是 怎麼會累贈蛋比較少啊 我覺得你們的年紀範圍大概多多少 二十歲 我已經也跟我阿嬤差十歲了 他突然把竹谷唸出來 應該是因為我那個時候就是有空調症 欸這我可以 真的因為我還在聊過了 就是空調症 這我自己創的空調症 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女孩變女人 小小便大公公 OMG我們今天真的是非常非常榮幸 邀請到四位嘉賓來到我們現場 今天的主題非常非常的特別啦 我們要來聊女生看男生的看法 因為像是我們年紀慢慢增長 其實看男生的點會慢慢隨時的改變 有沒有覺得歷練不一樣 在意的點都不一樣 社會歷練 我們今天就請到了四位好不好 四位又有分喔 感情菜鳥 胎丹心 對 女孩跟女王們好不好 繼續介紹一下 大家好我是小安 小安是我們的熟女代表 哈哈哈哈 這不是熟菜鳥嗎 不是 親熟 有力戀有看法的新女性 時尚好女性 時尚 下一位是我們的菜鳥代表 I'm Emily 耶 聲音又聽得出來 Emily 脆聲聲 小安 我小安 沒有啦 Lina 不是 再下一位是Ebby 耶 好是Ebby Ebby 也是我們的女王 因為我們人私交好一陣子了 她對男生的看法 OMG 有犀利 尤其是抹發面特別的代行 OMG 最後一位是我們Sylvia 歡迎 Yeah 她是國小就開始交男朋友 國小就開始 初到的早啦 對 早熟 對早熟 女孩在小時候看男生的觀點 跟長大後一定會有些不一樣的感 我先簡單說一下 以前都只看臉對不對 外表比較重要 中課好不好啊 對對對 功課好不好 你們現在要看功課好不好嗎 怎麼會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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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課嗎 比較喜歡壞學生 喜歡壞學生 我也是喜歡壞學生 對啊 有點危險的味道 最迷人 你可不可以喜歡模範身吧 沒有 以前當那個大哥的女人都有一種 很違規的感覺 你知道是太媚 她是當過那種被打的 哈哈 這個規定先有我們的燦鳥 做一下妳記得走友條件 姐姐可以幫她抿一下好不好 好 請問妳的比例啊 例如說妳說 妳是身材站幾分 臉站幾分 我們來說一下 臉幾分 臉 好那 一百八角就沒了 好那一百八 分配上嗎 來分配上 好啦 物濕 五濕 比方五濕 然後身高 她分好細 我以為是外型 對啊 身高就會 那她們想在意內在 哈哈 真的 真的是外面 對啊 身高的話 對 這個 對 好 20是什麼 20是累站 啊 怎麼會累站站比較少啊 這理想型是誰 可以說一下 男助賀 哈哈 啊 他有一次 你還要 是不是 是因為太遙不可及了 姊姊們就是慢慢的點評 她這個人問題出在哪裡 太夢幻 看不切實際 對 這沒有一定要像男助賀那麼 啊不然勒 要嘛妳有點帥 可是妳不高 可是要嘛就有點高 很難 欸 誰可以 還很長 多快了嗎 欸妳聽聽我這被戀愛催殘的人 我身高只要穿鞋170 穿鞋170 因為168好男人很多 不能錯過 哦 還是其實躺著比較高 老闆吧 躺著比較高 不過我們就要問這位姐姐 她的姐姐 我覺得躺著比較高 50% 同社會之後就是 經濟啊 工作經濟能力 就比我有錢 但是自己也要有經濟能力 對 我覺得很方便心 我覺得要有未來 那妳現在在幹嘛 那妳們有一個年收入要多少的範圍嗎 這樣講出來的話我們拜金 每個人還好吧 我覺得每個人都有一個標準 支持她們借鄉 好像我 她說被歪心了 然後現在 如果我是女生的話 我會要求我的伴侶 至少要年輕百萬 很開心嗎 欸妳知道很難嗎 真的嗎 欸妳算那麼多 妳們算什麼 如果是女生我要脫負對方的話 那妳們多常講啊 我自己輕易的標準 希望對方比我多久 可是妳讓年輕才30 不要 好晚喔 糖糖跟蝦皮好不好 但是沒事沒事 平安妳要什麼 我覺得這是可以 有工作就好了 對啊 妳的工作就好了 市長帥就好了 多壓力 外面沒有金錢喔 如果要補負一個家庭的話 夠可以負擔 他沒交過你男生 他就很少 我可以講 這樣男生壓力會很大 我覺得我們兩個加起來可以負擔 可能 可能加起來有六十五萬 不過他可以比我多一個人啊 結果妳們有十個小孩 哈哈哈哈 顏收入捐 顏收入我也是差不多百啊 什麼事是不是 沒有希望百 但其實很難 我覺得是下族觀欸 如果他賺的不夠多 但是他知道他自己怎麼樣 胎源節流 去投資啊 或什麼之類的 他願意花在妳身上 這也很重要 我覺得有計畫是誰 願意花錢在你身上 哦 先初不了解現在的狀況了 我現在有一些點要列出來 你們去看看說 哪些是你們在意的 臉蛋的比例 高於其他的舉手 你可以舉手的 哈哈哈哈 我剛剛那是真的考 他手已經考慮了 你真的是說第一眼 他認識嗎 還是說已經考慮交往 已經考慮交往了 以前的時候我覺得 臉很重要 跟這位一樣 可是長大後發現 其實很多心靈上面的契合 或是另外的契合 我覺得更重要 另外的契合 所以很多方面呢 慢慢的改變條件的 最重要的點是哪些 去現實身面 應該是說看到一些年輕 跟大的朋友們 他們遇到的一些事情 然後他們結婚 然後過得很苦 因為有小孩 所以結婚 對老公有正職工作 晚上還要去送福 陪她的朋友 哦 要解 沒有家裡生活 沒有生活品質 不過我覺得會害怕早生 這個是不是在學生時期 你不會那麼看不到 你真的不會想到 因為有時候就是在沖昏頭 對 就很喜歡 對 好喜歡 但還有一點就是 長大之後啊 年紀也很重要 因為以前都會說什麼 我只要跟25歲 25歲已經很老了啦 那學生 最多只能接受加減3歲之類的 對對對 那現在 覺得你們的年紀範圍 大概都多少 大約10歲 哦 這很廣 這還蠻廣的耶 我一直也跟我阿嬤加10歲 他突然把竹土 有點亂徒了 我是18到40 那你呢 那大家不知道我幾歲啊 穩嬌 穩嬌 沒有穩嬌 那我穩嬌 穩嬌 那我穩嬌 欸你看臉校 我覺得臉校 我其實是喜歡臉校 那我穩嬌 欸我穩嬌 欸我穩嬌 我絕對不行 可是我之前認識一個 基歐谷他小有4歲 基歐谷 哇我穩嬌 那時候他在當機代 就他在當機代 然後他現在在台積電上 Oh my god 基歐谷 欸總結結總培養 培養之後 阿門 他身上後還在故事 那Abi 是不行 結重臉下的 不行 比較比你大 這年平常是5歲的範圍 至少的 有差耶 你是喜歡被照顧的那一類型 是不是 還好我自己很努力 可以照顧我自己 哈哈哈哈 阿門 阿門說 然後照顧我自己就好了 因為基歷有一定的水平嘛 然後再來年紀 我覺得他不能吃起來 應該會比較成熟 喔對 欸真的耶 一定要晚安 一定要早安 那到底在幹嘛 很重要 不能在這裡做 100天啊 喔對 真的耶 每個節日都要過 一個月 兩個月 三個月 然後100天 現在這就是 前菜前前 都不是問題 前菜要過短板的耶 那你們身材比例佔很高 就是說我不敢再大 我都找一個 蠻結實的人了 有沒有 他就說大家 慢慢放鬆 喔 你才看外表了吧 真的嗎 我放鬆了 我沒有要接十萬 沒有要怎樣 但是我不能接受你 你沒有做身材管理 好嗎 哈哈哈哈 說關於健康 對 健康 健康 他們想講的話 我已經連貫好了 就是身材 那種健康 然後在持久度 什麼 阿門 體力 體力什麼的 當然不會說 現在還要要求 就是兄弟六塊 那當然有事還是好啦 哈哈哈哈 對吧 那長大之後還有一個重點 會看有沒有房有沒有車 一定看的 點頭 一定要看的 一定要有 OMG 外面直接大點頭耶 沒有一定 但是他還是會希望對方有一點 那我知道了 不要說房太遠 車只能 那我現在發現其實很多人 不給機車載 你知道嗎 很多女生是交味道 對啊 哈哈哈哈哈哈 有汽車 對啊 我們都不好意思罵 老闆 不好意思 這可能是在某一個年紀設定之後 如果要結婚 那如果說男生對你很大方 這一點你都會看嗎 會 那我覺得不是 大方不是送禮物 你一定要計較 我們也變錢 欸 有些男生就會 欸 160 200 對 181 我跟妳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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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身時期在一起 不會管對方的家人怎麼樣 可是當妳到一個 試婚年紀的時候 認識到大的時候 會開始看對方的家人 對不對 那是很重要 為什麼為什麼 會想要經營跟那個人家的感情 對 我有遇過那種不適合的家人 妳說媽那時候不喜歡妳 還什麼那種 調停的那種 就是 OMG 所以妳那時候 以後就會有婆媳問題 對啊 妳跟妳的兒子相處起來 妳們是不是和諧的 像我跟我媽就很好 我希望對方家裡也是很和諧的 哦 我跟我媽超爆好 對方家裡有沒有一些 不是那麼好的習慣 妳就拿錯東西 就可能很愛毒 或是什麼 之類的 會很麻煩 我有朋友 他以前就是 他跟他男朋友在一起 那個男生的媽媽其實很討厭這樣 然後也討厭他 他們互相討厭 然後說 誰管他 我愛的是他 我不是愛他媽 就這樣講這樣 然後 妳以後就知道 你知道妳們會常常見到面 是不是要入入會議的話 怎麼可能討厭妳的 這樣講啊 最害怕兒子跟媽媽改變 他媽媽就會覺得妳把他敲走 他媽媽就會覺得妳把他敲走 那是他敲的 對 那兒子一整個呢 就是一整塊 對 生病給妳照顧好 對 我把兒子養這麼大 被別人想 怎麼瘦了 而且孤子變瘦了 然後還要問妳 生不出來 不會覺得是自己的小孩 射不出來 一定的 會覺得是女生沒有接受好 對 那妳記得拍八道 對 她是害羞的 如果說 就身體然後妳不契合 會構成妳們 很大的問題 我覺得好像會 會 不會喔 我覺得會 因為妳 妳總不能說 那我要去外面 尋求慰藉 不行啊 所以可以 妳還要身心合一啊 那妳現在這一個OK嗎 我這個身有合啦 心還在磨 心還沒進去 她男生都不能拍 她的身體有合還不錯啊 對 就我們分享 她跟她男友之間 就是她自己身體 她沒有辦法接受性行為這樣子 那她男朋友就會很想要 性戀 不性戀 欸我跟我前男友 之前就不是這樣 我們十幾年都沒有發生 性行為 哈哈哈哈 我剛才創作 真的又馬在聊過 就是空屌症 空屌症 這我自己創的空屌症 請打給新裝的陳先生 十幾年 她真的新裝 妳現在覺得性很重要 對應該是因為我那個時候 就是有空屌症 哈哈哈哈 欸那我跟妳講 那我們 我們心裡非常氣和 所以我們才可以在一起十幾 十二年多 很屌症 但我一直以為 她 她就是也跟我一樣 結果沒有 她腳在外面約跑 結果她心裡跟我很氣和 可是她很痛 可是我絕對不怪她 對所以我跟她 而且我們 我沒有怪她 就不怪她 但是我們分手 殊不知小愛 現在從空腳這邊 試掉 對 她在開她被打開了 我被隨便起動 這麼轉變 餓太久了 欸我真的餓太久了 現在成熟了之後 發現很多人 就是現在社會嘛 教養軟體非常非常多 教養軟體有分很多種 妹妹們用的 跟成人用的 有點不同 真的 我們在開錄之前 她已經立馬想要去下載了 我們知道長大之後 你的觀點就不一樣 我們會想要知道的問題叫多麼 在乎她的職業啊 職業 她職業是什麼 然後她這個人穩不穩重 我們有講聲 對 教養軟體 非常的重要 打開這個教養軟體用 教養軟體是網 真的是 沒有 你有到底下載過多少APP啊 我覺得手機容量有點不夠 這個APP叫做 Sweet Ring 我跟你講 它可以設定 它這個非常非常厲害是說 它設定的地方 比其他教養軟體多很多 它可以設定 年薪 我覺得年薪 你不能說不在意吧 多少會想要知道一下 那至少要多少啊 範圍 我覺得聊起來 你會比較直接切入問題點 你就不會再問說 你做什麼工作啊 你可以知道說 它這個身後品質怎麼樣 就不用再繞一些路了這樣 欸這好像根本就是 看房子的 就是先看外面 要租金啊 然後內裝怎麼樣 然後地區啊 看一下 它除了基本的就是 身高年齡之外 它體型 喔我覺得體型 真的 還有什麼 微胖 對 你可能會在過程中有些變動 搞不好因為它的年薪800萬 可以就覺得 喔 OMG 太厲害了 對 太厲害了 太厲害了 我剛剛在身邊看過 非常非常多工程師 我覺得這邊的人都很聰明 都知道 把自己的優勢寫出來 而且很認真的感覺 沒錯 要你看到工作 你就知道說 聊的方向要聊什麼 不會再聊說 你喜歡看什麼電影啊 這種比較局限的 應該就說 你喜歡寫什麼程式 對對對 地區執業 學歷這種都基本的 它還有宗教對不對 對 信仰我覺得也很重要 它可以發起約會 它可以問問題 最棒的是這個 你今天提問了沒 你可以問他問題 你會主動給另外一半小驚喜嗎 例如說策劃一場旅行或親生會 好厲害喔 對 這樣還滿棒的耶 我們可以起一個話的 你讓對方 就雙方大家起一個橋樑 對啊 沒錯 我可以把你最近在意的問題問 你說要不要過節日 你會在意節日嗎 像我可能還好 除社會一段時間之後 你真的是下一次談戀愛 你就是要機會 對 你有一個偉大 呃 你有一個未來 偉大 你想要規劃未來 我覺得上面的對象 很適合啊 我原本不知道 後來之前看我一個朋友 他就是透過這個 然後認識一個 走到現在已經走 很穩定好一陣子了 而且他也是看條件 看電視的那一個 他雖然生活過得還不錯 好不好 就是去酒吧 然後喝三四千五六千 都不是有很多 我超級的 他覺得很醜耶 好啦 今天聊下來 真的收穫非常多好不好 收穫有沒有很多這位 有 你看 因為長相是加分啦 可是你知道 一個疼你的人 然後在乎你的人 長大真的這樣子 有差 然後價值觀和了 其實我覺得 沒有比什麼比 這還不是更重要 謝謝 今天來的三位姐姐 跟一位大小菜鳥 對 小菜鳥 喜歡我的朋友 記得分享 訂閱按照追蹤喔 最後不要忘記開小鈴鐺喔 下回見囉 掰掰 多期待 能你 對 你 minor 多期待